立法院的消息 内政委员会兼排审提高 罢免门槛的选霸法修正草案 那民党团一大早就发出了假洞 蓝绿白立委们吵成一团 现场最新状况 联系记者李怡婷 起说 好主播各位观众 一起来关心立法院最新消息 现在画面呢 就是在内政委员会里面 那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现在民进党的立委 五十一席是全部都在这里集结 霸占呢 包括像是主席台 以及前面也摆了一整排椅子 其实今天这个阵仗呢 从早上七点开始就已经在这 因为今天民在这个内政委员会里面呢 要讨论的是公职人员选霸法 他们认为说国民党现在提出 要把罢免门杆提高 是非常的不合理的 那么现在呢 他们也批评说 刚刚国民党一阵来的时候 拿的是自己的麦克风 我们先看一下现场画面 违规证据 他刚刚就是拿这个 佛技术座的啦 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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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中国国民党的东西啦 麦克风 违规带 违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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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点前的时候 国民党也有总招 傅昆奇带着全体的委员 一起来到内政委员会 跟民进党进行对峙 那么在过程中 他们其实就拿着麦克风 一直拼命的喊口号 那他们就发现说 民进党就发现说 这麦克风是 居然是他们自己 从外面带来的 也不是委员会里面的麦克风 原因此双方是不断的爆发冲突 而在这冲突拉扯的过程中 还有激烈的肢体冲突 就包括像是王美慧跟徐晓星 我们从画面中 也可以看到像是王美慧 那双方是不断的拉扯 那在这个混乱当中呢 这个时候立委张宏露 也把议事员的议事录先行的夺走 因此呢民进党也开始的 被国民党骂说是土匪等等的 就可以看得出双方 不管是肢体还是口角 都有非常激烈的一些对抗当中 那么后来国民党 也在九点半左右的时候呢 喊完口号之后就先行离开 但是也拼命的 骂民进党是没有讨论 我们先听一下 稍早蓝绿双方的最新说法 今天很清楚 看到民进党真实的本质 诈骗了全国这么多的年轻人 说没有讨论就没有民主 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 我们结果看到今天 一个民主的殿堂 竟然在这里 不让人民所托付的国会议员 在这里都不能开会 我们称表遗憾在这里竟然不能开会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真面目 让大家看清楚 没有讨论就没有正义 没有实质就没有正义 我们今天不只要有程序 也要有正义 也要有民主 也要有讨论 但是民进党霸占主席台 就是破收全国的民主 破收人民的自由 破收我们的程序正义 我们要再次的表达 请大家认清楚 看清楚民进党诈骗的 跟邪恶的本质 就是这样 一再的欺骗诈骗 谎言治国 谣言台湾 就是民进党 就是赖清德 就是民进党 要开会 刚刚看到 国民党为什么这么心急 为什么急着 在这么仓促的状况之下 就要急着开会 急着宣读所有的议事程序 国民党又要上眼过去 服貌 半分钟 这种闹剧吗 今天处理的是选罢法 有关人民神圣的 罢免的权利 国民党不思检讨 国民党应当撤回 这种与全民为敌的 离谱的提案 可是国民党变本加厉 今天来开会 却是非常粗糙粗暴的 在这里就要宣读 所有的议事程序 如果不是我们强行的去阻挡 这样子的粗糙的审议 是不是又要半分钟 一分钟就强行的通过选罢法呢 这是开什么玩笑 我们今天在这里捍卫的是 人民珍贵的宪法复权 国民党提出来的是让我们的罢免程序 进入一个形同被关进鸟笼的鸟笼罢免 民进党为了民意我们站出来 我们一定要全力阻挠这样的恶法 但非常遗憾 刚刚大家看到了 国民党的大党编傅昆奇 他带着高薪筑媒 在这里要强行的粗暴的用这种随意的念过去 把程序念过去就算了 请问他们是不是又要打包 是不是又要强行的半分钟 一分钟通过 民进党不可能再容忍这种粗暴的修法 全民也不可能再容忍这种珍贵的罢免权力 用这种粗枝滥造的议事程序来进行 所以我们会持续为人民的权益来捍卫 那么可以听到傅昆奇这边呢 是指控民进党不愿意来讨论 让议事没有办法进行 也因此让周围高金素媒非常的觉得很难堪 那么另外在民进党的部分认为说 就是为了要保护谢国良所以急了 那其实整波冲突当中 其实很多委员都有受伤的状况 包括像参与云说 她的身体直接被徐晓星踩过 而在王美会的部分 衬衫的扭扣呢 也因为拉扯过程中整个爆开 所以因此她现在是用别针来别住 那么目前的状况是 国民党也已经先离开现场 但是民进党会持续的留守在会议室当中 为的就是怕之后 国民党再进来开会 造成整个罢免法案会继续的进行 那立法院以上最新状况 我们为您掌握 接下来会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以上先把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好了 Ice glass的消息 Sanner